一场街边私打牵扯出27年的爱恨情仇 这个人就是一个书生的情仇 对他没有感情只有恨 双方对不公堂 隐藏着怎样的是是非非 这种来给你讨回我女儿 我女儿讨回这个公道 我一分钱也不会跟她 25岁的脑瘫女究竟应该交给谁来抚养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脑瘫女争夺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年4月16号这一天 一场私打轰动了整个村庄 牛打在一起的这两个人 一个叫王英 一个叫刘华 曾经是一对夫妻 他们已经离婚好多年了 现在王英突然出现在村里 指责刘华虐待女儿 说要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他不抓扯我是不会出手的 还没到的时候就开始从那边就卷到这边 卷进来就开始抓住我 抓住我才打 我想我们已经离婚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这个平均的时候 我过得好好的 你有什么资格 我们离婚这么多年 你有什么资格来做 决我打我呢 骂我呢 对不对 那场私打过后 这个家庭再一次成为村民们议论的话题 太过分了 他不应该这么做 老板就不应该这么做 民主当然很不好 不是不好 不是一般的不好 是很不好 世界平台不好 这个对的人 没见没话说话不得 那个说话对嘛 那现在就这样想话 多猜一猜 刘华和王英都是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人 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段18年的婚姻 育有一儿一女 2005年 这说话也是十年前了 十年前两个人协议离婚了 离婚都十年了 现在两个人见面 还分外眼红 大打出手 他们说的这个抚养费是指着谁说的 这个女孩叫刘小佳 今年26岁 她是刘华和王英的大女儿 她就是这一切矛盾的焦点人物 这个女孩就是刘小佳 她今年26岁 可是现在的智力只有一岁孩子的水平 据村民们说 小佳这些年一直是由爸爸和奶奶照顾 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和妈妈王英一起生活 那么当年王英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在这个家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如今王英回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切还要从27年前说起 1988年 王英惊人介绍认识了刘华 那年刘华23岁 王英22岁 两个年轻人只相处了三个月就结婚了 婚后夫妻俩靠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也许是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多了解对方一些 就匆匆结婚了 因此婚后没多久 他们开始不停的为家庭琐事而争吵 结婚两年之后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就是刘小佳 王英说 女儿出生后丈夫刘华经常在外面打牌 对家里的事情几乎不管 自己又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又要照看店面 非常辛苦 她说每天上午帮助我把那个铺面 就说打理一下 到下午两点就回家了 回家就去说 我回家吃饭了 我回家洗衣服 就这样说 其实回家把衣服留在洗衣服的 就去打牌去了 就这样 真的没有开心过一天 刘华说 王英的确很能干 店铺的生意打理的井井有条 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可是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 刘华的说法和王英的说法却互相矛盾 她说 王英很少照顾孩子 从小到大 直到我们离婚之前 她都很少给她洗 这个时间 她身上她发张 都是她说的 说是她洗的 她根本就没有照顾了 不管怎样 日子就这样 在吵吵闹闹闹中 过去了一年多 就在女儿小家一岁半的时候 家里人发现 这个孩子有些异常 小家的情况让家人很着急 他们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 王英说 在外地求医的那些日子非常辛苦 他们几乎跑遍了成都眉山周边的医院 不过更让他们伤心的是 孩子最终被确诊为脑瘫 由于这种病的治疗费用非常贵 而且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一家人最终决定 放弃给小家进行治疗 根据生育政策 在小家五岁的时候 刘华和王英又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本应该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增加一些快乐 但是刘华说 那段时间却是自己最痛苦的时候 他每天打牌 我把摊摆好了 把生意做完了 每天做饭 晚上把洗脚水那些洗脸水 全部当然就洗了 他就出去从来不带小孩 有时候小孩生病了 他也不管 每天一个女儿 每天还要我自己来跟他洗 你说那是什么滋味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就在儿子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刘华离开了这个家 远赴深圳打工 他走的时候拿了一切五的洗脸 走的 还趁一家茶也都带去走的 没办法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这我觉得太难受了 这些人的日子太难受了 那么这三年直接到正月前 就只待过三天 我没有说一句讲话 刘华这一走就是三年 王莹说 那三年 他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拉扯两个孩子 他还得挣钱养家 他非常辛苦 三年之后 刘华回来了 阿里说 这夫妻俩分别了一段时间 关系应该能有所缓和了吧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况且刘华他回来 他是要回来继续好好过日子的 可刘华回来以后发现 他和王莹的日子过到头了 离家三年后 刘华又回到了这个家 打算和妻子好好过日子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回来 却发现了妻子的异常 外遇在家待着他的 就是给那个买主嘛 那个当时好像是一个西村 西安西村什么地方的人 那个家电械的 就交在一起 就是说 就诽谤我这样那样的事情嘛 就要督导成招 你母母男人有关系 就要督导我 事实都是一样的 刘华说 2005年11月的一天 有人告诉他 看到王莹跟着别的男人走了 刘华赶紧打电话 叫王莹回家 但是王莹并没有回家 无奈 刘华只能在家里等妻子回来 那天 王莹彻夜未归 妻子的行为 让刘华异常愤怒 在这种情绪上 你如果你是男人 你会这么想吗 一个明明知道一个女人 跟着别人去了 对不对 而且无处是警告 叫她回来 她都不回来 理解 这一天晚上你能睡得好觉吗 刚好睡下去 她的皮带 就生生生的皮带 就抽出来打我 就说 你某某男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没有关系 说就这样 就一个个的抽打我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我就说 我觉得打我的时候 我就这样溜 有时候打吧 我就不哭 没有哭过夜神话 我就说你打吧 你冒吧 在这种气氛下 确实是打完了 我这个 我是会成的 你今天晚上你打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也不会骂你 但是今天晚上过后 我就划起你 死吧你的夫妻情了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 刘华说 2005年11月底 他们办理了离婚 同时 两人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上面写明了 两个孩子由南方抚养 女方每年付抚养费5000元 家里的两间门面房 产权归儿女所有 王英和刘华 拥有使用权 当时我说 我跟他5000元的抚养费 就说我当时的情况是 我一分解都没有 我真正都是不想活的了 这个时候 你就说叫我写五万我都写 因为我不想活了 因为 你就写多少都没关系 只要你在明天上 把婚状问题了 你管我去死也好 是怎么也好 我就不把事了 知道吧 我是这样想做 把那个嫌疑写好了之后 我的请求 他荡气 我们不要离婚 为了孩子 他没有认识 他就先这样离婚 离婚之后 王英去了外地打工 他卖过米粉 做过玩具 一直到2010年 他又回到了眉山市洪雅县 他开了一个服装店 做生意 刘华呢 也再婚了 又新娶了一个妻子 用两间门面房 开了一个小小的商店 养活着一家老小 就这样 离婚以后 两个人的生活 就像平行线一样 没什么交集 但是 在2014年3月份 也就是两个人离婚后的第8年 王英突然出现 他找到刘华 要求把女儿接走 说我要自己照顾 王英的这个举动 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 刘华说 离婚这么多年了 王英很少来看女儿 现在却提出要接走女儿 这让刘华觉得有些纳闷 那么 在离婚之后 王英有没有来看过孩子呢 一年三十八 三十十八 完整就不嫩的 就是说我在自己住生意 就是大季的时候 我就去看一下 单击的时候就去看 把人家没记杀过 最少有剩万人 因为我儿子 这几年来 我儿子花了我的钱 就是要一切就一切 要爸爸就给你爸爸 都是这样的 还给他买衣服 他是这一年内才回来的 回来看孩子的 其实因为他 到女儿婚过后 一直都没有回来过 没了他 他转眼后 再年纪才来过三十七 刘华说 这次前妻提出要领走女儿 他觉得可能是前妻良心发现 想对女儿好一点 就同意她带走了女儿 但是刘华没有想到 一个月后 王英再次找到她 并且指责她虐待女儿 这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王英说 自己指责刘华虐待女儿 并不是无理取闹 手机里的这段视频 就是证据 睡着长 就像狗狗一样 去不是尿套 是这样的 我就 关了个住的屋子 每天 住的屋子 就是嗨去去的 也看不见 甚至不见屋子 亮晶到铁亮以后 都看不见 那个亮晶 那个灯光有点小 你看那个鼻头上的扣 是他手扣的墙 八年以来扣到那个墙 学不刷声 学不刷声 就我领着冻疹 没有那些跟他插 都冻疹 学不刷 我就看得很 很爱心 女儿在亲生父亲家的 生存状况究竟怎样 刘华带记者 去了女儿平时住的房间 她住在那个 不管是什么地方 都不太合适 她一直在那个楼上 又怕那个阳台 又太别矮 又怕她 爹地长大 又怕她搬下去了 大部分的时间 是我老母亲 但我也经常回来 比如说卫生 这些每天 这个物理 这些屋子 这些卫生 都拉在地上 你不打扰 那个卫生就 就会影响到别人 每天晚上回来 都要用手刀扑 洗啊 洗得干干净净净的 怕她能够承受 她活动的范围一般的情况下 是我老母亲 把她带在外面 在太素的情况下来 比如她有时间 我不在家 我老母亲 她都把那个 食料窝在身上了 拉在身上了 就要去到火里 去给她洗的时候 有时间就把她 换在这个屋里 你把她洗了 然后没事的时候 这个农村呢 这个太素的情况 要有时间 农货忙了的时候 难免要关一些 这是正常的 没办法的 王英说 在她的手机上 还拍了一些 女儿当时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女儿身上有很多伤痕 说明她对我女儿 不好的证据 约待我女儿的证据 到中间她两拖鞋 就去不是冻伤 因为就去个冻伤 还有两边 这个腿都两边 就是掐的 掐了很多伤心 就是我弄的 她弄起来做假证的 明显 在家里面 而且带走了的时候 给这个 就是村上 这个生长队 这个祖上 都打了招呼 把她带走的时候 穿得很整齐 很干净 而且她在家里面 洗得干干净 走了的 没有提过一点点 她身上有什么伤痕 而且带回来的时候 她就说她 把身伤痕了 有关于女儿身上的伤痕 双方都说是对方的责任 那么这些年来 刘华究竟对这个女儿怎么样呢 有没有担过她女儿 或者虐待过她女儿 那有什么不可能 你这儿都没有担过 我担着干净 她不担自然做的 她不担无论头 她不担自然做的 你身下有肉 你不担扣不你 人家糊 从来都没担扣 村民们一边为刘华作证 一边说离婚的这些年 这个王英几乎就没回来看过两个孩子 突然之间 她现在要把自己这个得了脑瘫的女儿接走 所以她良心发现 要亲自照顾女儿 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呢 王英的这个做法 很快把另外一个人也卷入了这场风波 这个人就是王英和刘华的二儿子 叫刘磊 刘磊今年21岁了 他从14岁起就一直在外边打工 本来他不想介入这场风波 可是没办法 他是个关键人物 他怎么会是关键人物呢 他会帮着谁说话呢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